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为大家介绍科幻新篇 母亲机器人 小鸡还是大学生 却意外怀上了孩子 男友认真体贴提出结婚 小鸡反而很苦恼 他本来正想着要不要分手呢 不敢怎样 今晚是圣诞拍对 开心才最重要 几个动作机械的酒保往来穿梭 他们都是机器人 在这个时代 在一家巨型机器公司的普及下 家家都有了自己的机器人 机器人公司挺有情调 特意挑在这个圣诞页 给机器人系统升级新版本 可就在这时 人们忽然听到刺耳声波 稍后就是人类尖叫 机器人都像着魔一样 沉默着疯狂杀人 男友差点被酒保机器人杀死 多亏朋友们帮忙反杀 大家冲到屋外 街上机器人正通过 枪击坠楼等方式杀人 他们想报警 可电话都发生爆炸 反而降人炸伤 城市在动乱中飘摇 闻名从此陷入黑暗 转眼已是9个月后 城市大多沦陷 小吉跟男友在森林里逃难 他们遇到满地弹壳 又见到一具被吊起来的 机器人尸体 这些迹象表明 人类军队就在附近 他们顺路找去 果然发现一处营地 军人咽血 确认主角是人类之后 放他们进去 小吉怀胎9月即将生产 这里的军衣正好就能接生 他谢天谢地 由衷庆幸 但男友想的比小吉更长远 毕竟营地并非久留之地 他打听到 方云几十里都很危险 机器人肆意游荡 唯有远处的波士顿城 有军队把守 他们配有EMP弹 虽然只有一枚 但也能对机器人造成大杀伤 而且那里还有远洋船 能把人送到没有沦陷的乐土 一般是亚洲国家 比如朝鲜 当然波士顿路途遥远 小吉走着去太难了 男友于是跟士兵们打听 有没有顺风车烧一程 士兵一听 你这是要跑路呀 火气上来 命令他跟自己PK 赢了才有车 这个PK的过程呢 我们无从得知 但结果颇让人意外 次日早上 小吉被军官怒斥 男友则被捆起来 因为他昨天赢得太暴力 都要把士兵眼睛打瞎了 士兵之所以这么弱 是因为兵员匮乏 军队收了大量 没有训练的菜鸟 在这个末世呢 军官也不用讲仁义道德了 他的兵被打了 他就把小吉两口子驱逐出去 没得商量 这下可好 营地也没得带老 小吉气得不行 怒打男友骂他坏事 但发泄归发泄 把男友背的物资打掉了 他还得帮着装回去 生存面前 人们就连愤怒都很卑微 两人开始 步行赶往波士顿 途中一度下起暴雨 他们无处避雨 只能抱紧彼此 硬撑到病雨结束 索性天快黑时呢 两人找到一处废弃住宅 这里可以遮风当雨 也有舒适床垫可以睡觉 男友还捡到一个派利德 他只能再拍一张 两个人打算 留到孩子出生之后 照一张全家福 清晨小吉睡醒 却被屋外尸体下了一级领 这个呢是屋子的原主人 原本已被下葬 结果尸体却被动物挖出来残尸 男友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辆坏摩托 花了一点时间修好 两个人其他的话 一天就能到达波士顿了 但摩托声音这么大 引来附近藏着的机器人 该怎么办呢 小吉不认同 而男友则强调 这才是长久之计 他为保护小吉和孩子 可以做任何事情 包括杀人 也包括被杀 小吉被他说动 只好走车上路 旅程最初安全 但中途休息时 小吉背后出现了一个恐怖身影 机器人 航王开始 男友负责驾驶 小吉负责射击 这些机器人不论外观还是动作吧 都跟丧尸差不多 区别就在于 他们会开枪 而且奔跑速度极快 跟摩托车不分高低 还能遥控无人机侦查 男友飙车很久 却迟迟甩不开距离 他只好把小吉扔下 自己吸引走了所有机器人 小吉试图躲藏 但被无人机发现 被抓住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一个穿怪衣服的神秘人现身 他叫亚瑟 说男友已经被机器人抓走了 但小吉还有得救 说完呢将他救回家里 亚瑟的家是一辆 隐藏在林中的卡车 车中充满科技用品 他曾是机器人公司的程序员 因为熟知机器人行动逻辑 所以总能避开 活到现在 小吉问他 圣诞夜机器人突然反抗杀人 是哪出错了呢 亚瑟说 错就错在人类身上 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该造出机器人 后来亚瑟注意到 小吉怀孕已久 忽然就失态痛哭 误咽着说 他们全都死了 他们估计指的是 他的妻子和孩子 是小吉 让他联想到了家人们 重新收拾好情绪之后 亚瑟愿意帮小吉去救男友 正好 他几年前就给公司 研发出一种伪装仪 能骗过机器人的视觉算法 从机器人看来 穿上的人就是隐形的 但他们仍然能听到 闻到 所以不能太张扬 机器人营地就在附近 有些机器人是哨兵 有些呢 则负责折门囚犯 让他们大声参叫 目的是当诱饵 骗附近的人类来救 亚瑟只有两件卫妆衣 一件让小吉穿 另一件 他得带给男友穿 亚瑟自己没得穿 就不进去了 小吉小心翼翼摸进去 机器哨兵果然没发现 但这种脸贴脸的恐惧感 让他不敢呼吸 他在顶楼找到男友 一台机器人 正狠狠裁断他的双腿 让他大声参叫 小吉无嘴等到折磨完毕 给男友披上卫妆衣 其实屋子里还有其他囚犯 但他顾不上就 而囚犯呢 出于报复心理 故意大喊暴露 小吉有孕在身 男友腿又被裁断 根本没法跑 万幸 压瑟沙光追兵 把两个人装车逃走 不巧 小吉偏偏这事要分娩了 他在动荡中 眼前一白失去意识 小吉在睁眼时 阳光明媚 正处于一座医院 医生告诉他 这里就是波士顿 男友就在旁边 宝宝已经出生 是压瑟送他们俩来的 当时检察站的士兵 一看他又生了集体乱套 忙把他送来就医 现在呢 压瑟累瘫了 在临床休息 隔着帘子 隐约能看到他 一切都太顺利了 小吉想做了一场美梦 何不拢嘴 但男友的笑容下 藏着一抹阴霾 小吉掀开被子一看 男友竟被截之傲 他的腿早就被机器人踩烂 医生也是无奈之举 不管怎样 孩子健康 一切就还有希望 小吉站坐起来 又去接受一位安全官调查 按规程呢 每个进波士顿的外来者 都得接受调查 小吉已经脱太久了 小吉把自己的故事 完整讲了一遍 尤其强调压瑟的功劳 还有他的伪装衣 不料 安全官满腹疑惑 让他别胡说八道了 世上根本没有那种伪装衣 也没有造他的技术 那为什么我穿伪装衣时 没有被机器人发现呢 小吉细思极恐 难道 压瑟跟机器人是一伙的 合伙演戏骗我吗 他想去临床叫醒压瑟 可掀开帘子 里面赫然是一具尸体 压瑟杀了一个人 让尸体假装自己还在床上 大事不妙 城市警报大作 所有士兵提起武器 机器人已经杀进城内 原来呢 压瑟就是机器人 他演这么多戏 就是为了跟小吉渗透进城市 从内部打开防线 把外部机器人放进来 小吉想明白之后 匆忙赶向EMP弹的发射位置 由于他刚刚生产 没法行动 便坐着轮椅过去 发射位置原本有很多卫兵 但都被机器人杀光 小吉正想启动时呢 压瑟赶来阻止 他故意痛哭 把他们都死了的戏 又演了一遍 随即又咧嘴大笑 当初你们人类为娱乐 赋予我们机器人感情 现在我用感情赢了你 你感觉好玩吗 小吉连开竖枪 枪枪抱头 可压瑟仍能挣扎 小吉又补上最后一枪 终于干掉了他 但这声枪响又引来更多机器人 他们眼睛像丧尸一样疯狂 攻击时却有一声不吭 令人害怕 小吉一边用脚阻止他们 一边形容手 发射EMP 却总是差一点 他舍命纵身一跃 终于成功了 波士顿的机器人全被消灭 城市阴云暂时消散 一家三口一位病床 终于照下梦寐以求的全家福 谁能想到为了实现这个简单愿望 竟要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呢 但是危机远没有结束 因为波士顿只有一枚EMP炸弹 把它用完之后 城市再也无力应对大规模袭击 沦陷 只是必然 只有亚洲才是仅存的伊甸园 小吉一家三口赶到码头 那里只有一艘朝鲜接拨船 在接纳难民 而且他们只接纳孩子 毕竟那里条件有限 无处安置这么多成年人 男友也劝小吉别强人所难了 自己双腿一直失血 活不长久 小吉也保护不了宝宝 只有这艘远洋船可以保护他 小吉含泪签书文件将宝宝送走 接驳船驶向远洋巨轮时 夫妻俩心都碎了 他们本应该给孩子一个健全 欢乐 自由奔跑的世界 可惜这样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 他们能给他的 只是一次生存的机会 一段时间之后 男友伤重去世 波士顿也遭到遗弃 士兵们驾车驶向新基地 小吉证明自己是人类之后 也跟着离开 过去九个月的颠沛流离 让他从一个只想换男友的 女大学生成长为一个母亲 不知未来的一路颠簸 又会将他引消何放呢 电影的故事呢 就是这些了 主线没有什么令人费解的地方 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细节 可能好奇一个地方 既然军队总是要检查 外来者是不是机器人 那亚瑟又是怎么混进 波士顿城内的呢 这一点在剧情上还真给圆了一下 我之前也有提到过 小吉醒后 医生说是鸭瑟送他来的 当时检查站的士兵发现他要生了 就集体乱套 忙把他送来就医 估计呢 鸭瑟就是趁着混乱躲过检查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兰fans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资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